近年光森林火灾就上了N4新闻 小绿和小伙伴们看了以后真的是痛心疾首了 所以小绿决定绿色生活低碳挑战的第一天就是种树 首先用到了工具、手套、铲子和稿板 还有一些装备 刚到地方就碰到了一个热心肠的小老头 于是小绿施展了三寸不烂之蛇 还挑到了这个宝贝 接下来用到我们的盘古学院杖来挖个大坑 如果碰到碎石头和树根 就得紧出开天批地稿上阵了 咦?还挖出一条地龙 有地龙的土说明是好土啊 放回家好好为我们的树松土添肥吧 把树放进口里 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只有土能要慢慢地填 循序渐进地填 土才能夯实 接下来把我们的无影桨拿出来 在天好的土上裁几下 我们的树就做好了 在那边